东岸商场争议问题 基隆市议会非常关心 不分党派 基隆市议员 几乎每位议员 都各自提出质疑和辩论 有质疑现任谢国梁市长的 广告的回馈 就是所谓媒体通路回馈 每年1920万 那请问这个是现金支出吗 看起来完全都不是 要把现金送到金融市政府 而是一个广告的回馈 那这个可以算是市政府的收入吗 针对1920的部分 为何是7年 据本席所了解到的 就是因为微风集团 对谢国梁市长 你在这三年任期之后 你在选4年 他们对你有信心 所以他只给你 为期7年的时间 所以在接下来 20加10剩下的 23年的契约当中 微风是可以不用 李基隆市政府任何的要求 因为这件事情 没有法令依据 也有支持现任市长谢国梁的 现在大日现在在打乌贼战 他是否违法转包给NET 他就是他的月租金 租给NET250万 年租金3000万 他并没有把营业权利金 给我们基隆市政府 而且他是在规避 他的总 他的年营收额7亿 7亿 他们当时有讲 总营运的一个权利金 7亿的一半是3.2亿 3.5亿 乘以8年 这8年来 他们短给我们 基隆市政府25亿 为什么都不敢讲 他就是在打这个乌贼战 更有质疑前任市长林又昌的 当初在OT变成ROT 其实不是 对不对 签约的是OT 为什么他还可以在里面做增进这个动作 这个程序是谁下命令的 还是要厘清楚 是不是有图力 因为OT是现有的建筑物 他等于一楼还有地下室 结果变ROT之后 他就等于二三四层楼都可以使用 就等于扩大面积的使用 这有失公平性 我们在做结议的时候 希望送给检调单位 该办哪一个就办哪一个 不需要在这边多单位时间 因为事情都摊得很开嘛 哪里有跟二黄东跟三黄东签合约 不需要市政府知道 不过辩论后 再加上市政府方面提供资料 说明达询后 东岸商场产权属于 基东市政府所有 府会双方有共识 至于过去到现在的租金 和招商签约等疑问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市政府将主动喊请地检署调查 但是难道Net就可以在那边 开他的服饰店 然后因为主张 这个法院已经驳回的两次产权 后他仍然主张 就可以不付资金吗 就可以因为他主张是他的 那他又何必付资金呢 这不是就是现实上 我们在东岸碰到的情况吗 所以我真的跟大家很恳切的报告 就是过去到现在 包括OT跟ROT还有现在的评选 都应该要让地检来 来把它调查清楚 市政府主动喊请权力协助 但现实上 就是大家 其实我觉得 好像一方就是支持 新的德标厂商 一方就是支持Net 可是Net 总是不能来主张 我们的产权吧 Net总是不能 五年开他的服饰店 然后不付基隆市政府租金吧 现实上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不过对于2月1号凌晨 市政府动用警力破门点交一事 市政府交通处长也提出 当天影片和说明 并且强调 市政府并没有进入Net商场 只是点交机电设备 强调一下 我们是进入整个公共设施 包含有中控室 消防室 机电设备室 水塔 以及消防 中控 还有污水等通浪 那整个的一个空间的部分 都是属于公共空间 并没有进入 俗称的一个商家一个店面 再度强调 我们没有进入 整个东岸商场一个商家的一个店面 不过还是有议员提出 强烈质疑合法性 那为什么就要叫警察到现场去破门 而且还是第一个派出所副所长 第一个冲进去 从早上做到现在 我还是比较有疑虑的就是 到底是谁下令的指令 要去破门 警方进入Net 是受分局长指挥 还是交通处长指挥 还是市长指挥 这跟帮哪个厂商维护 如果今天前手厂商是微风 下手厂商是别人 我们一样会这么问 不只是要说明破门的过程 而是我需要请市长清楚 让人民相信 基隆市政府 不管是谁的政党是谁 我们不会去掠夺人民财产 也有议员认为 东岸商场是市政府的 要求警方协助行政点交 没有不对 而对于民进党议员 要求市长谢国良 要为直播时骂民进党议员的言论道歉 市长谢国良也在说明 是因为民进党议员先不时指控他 才导致后来的言论原委后表达歉意 这个1500万只是固定权利金 可是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包括在各个地域都讲得很清楚 说我们一年就只有跟新的特标厂商 收1500万的租金或权利金 第二 我们明明招标文件基本存置的是1.5亿 而最后国力公司的绝标 几个金额加起来是3.08亿 却有好长一段时间 确实都讲1.5亿 而且就是由在座的各位 我最尊敬的议员先进 在媒体各台上过家的议员 第三 政府的这种公告 其实在它绝标后 都可以在政府的统一的 处餐网页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可是呢 却一直说我们故意要隐藏 甚至要隐匿 所以把公告卸下 大日是政府的签约厂商 但是2012年发生弊案 偷其他停车厂的标规单行 负责人招搜压 然后甚至连任罪人自白都已经写 就等法院来进行洗漱 可是议员事而无见 就是说它是优良的厂商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期间里面 真的作为一个人类的 受到很多很多很不白之缘 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 非常难过而且非常愤怒 但是对于我在直播上面 对议员有一些不理性的说辞跟说法 我在这边跟大家表示建议 并且愿意未来谨慎而言 但同时我也拜托在座各位的议员先进 能够在咨询的时候大家就事论事 就以现在我们在我们的 总召正议员后面的那个看法来说 微风金融十年问号 谢家金融十年问号 这是真实的吗 刚刚我们也有议员也提到了 2017年产业博览会的 林佑昌市长邀请 微风集团负责人来到基隆 然后在他的脸书公开的宣布 有一天微风会进来基隆 有一天是微风进来基隆了 不是林佑昌市长邀请进来 那宁愿把事情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回黑 这样我真的是觉得 心里面很难过 不过刚刚议员要的是我的回应 所以我也有正式的 愿意跟各位议员表达我的看法 2月1号那天 我还是跟大家来报告 我们是依照回约 这是属于政府跟住餐厂商 所定的行政行员 不是一般的民事酒店 刚刚还有第一排的徐议员 就主张说我们进入到NAS的家里去 那你是在影响 这个NAS到目前为止 还拥有东岸 你还是觉得东岸还是属于NAS 你的问法等于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说你干嘛进到NAS的家里去 对不对 你刚刚是这样讲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谁有在帮NAS讲话 谁没有在帮NAS 谁在帮市民看位 我觉得市民会看得到 我们当天就是在交通署 以及停管科 需要行政协助的情况下 依合约精神 我们要进行取回 我们市政府的资产的情况下 请求了警方的行政协助 但是这些警力 并没有实际上的使用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